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歌坛 女星三只头鼎立 徐晓风 方明泉 珍妮 红兔岗澳东南亚 纵横歌坛 其中 珍妮连续四届最受欢迎原歌手荣誉记录 当时只有没燕包可破 珍妮 原名珍书师 又名珍义庭 1953年2月20日生于澳门 祖籍广东圣江门市 华语乐坛女歌手 演员 节目主持人 1953年2月20日 珍妮出生于澳门 母亲是上海人 亲生父亲是奥地利人 继父是广东人 祖母为西班牙人 因此 她遗传了外国血统 珍妮在台北市立第四女子中学业兼部毕业后 先上了台湾的世界新闻专科学校五专 五专四年级后 转学到中国文化学院 即中国文化大学 转学后不久 珍妮被星探发掘 投身演艺界 随即红遍歌坛 一路成为国际巨星 1971年 在台湾银河唱片推出第一张个人甘吉新虎 开始数十年的演艺生涯 1978年 成长 达到了也成为了其最真实的保护色 1976年12月4日 珍妮嫁给了香港武打演员张复生 复生 1983年7月7日 复生在返家途中 乘坐骑兄驾驶的汽车 发生壮山交通意外 当时珍妮正在日本 7月8日 珍妮回港后 复生已宣布古智身亡 享年29岁 珍妮将金衣服唱片公司结束营运 并拒绝一件媒体采访 之后并被在嫁 而复生死后4年 珍妮于1987年7月4日 与美国用银河冷冻技术 为王妇秘女 带下女儿珍家平 至于珍家平 无论面形 眼睛和嘴巴都自复生 即使承受着舆论的巨大压力 珍妮也一直守口如瓶 直到2012年 珍妮才公开这个秘密 如今 珍妮仍单身 与女儿相依为命 这样的爱情现在真的好少了 祝她过得幸福吧 你们还记得她吗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